哈囉,我是Reina,歡迎來到的以游小世界! 感覺好久沒有來跟大家聊日以心情爆了 不過這兩個月的確也沒有太多有趣的日以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Beanslog這個月發售的3月號內容也比較平淡一點 大部分都是以知遊戲的新增公開內容 那今天的影片我會分享幾個日以中文化以游的消息 最後會簡單分享我在電玩展上面拍的一些素材 不過我拍的內容蠻少的 就只能簡單跟大家分享分享了 那麼就開始進入2024年1月的以游情報分享啦! 第一則消息是比較舊的消息 Automade的母公司Ideafict成立了新的子公司Creature Ideafict成立子公司不讓人驚訝 最讓我驚訝的是 原本是自由編劇的片頭油膜跟自由繪師的毒 都變成了Ideafict的員工了嗎? 目前Creature上的創作者 除了片頭跟毒之外 竟然還有替泰跟百灰百狼的導演林山李美 看到毒跟替泰真的讓人超級驚訝 目前看到這個名單一則已喜一則已憂 該不會他們兩個之後要綁定跟片頭合作了吧? 雖然對片頭的劇本我還是有點怕怕的 但是這樣至少沙唐老師之後不會再被綁定編劇了 而且這樣看起來毒跟替泰未來應該都會有機會繼續畫遺女遊戲 只要能繼續玩到他們畫的遊戲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Creature感覺也給員工比較大的自由 官網上面有放老師們的X帳號 而且會師們也都還是有其他自己額外的工作 目前給我的感覺覺得比較不像是直接變成員工 猜測會比較像是經紀公司那種合作關係嗎? 就讓我們再繼續觀察下去吧! 再來第二則消息 我們來看看即將在2月29日發售的茉莉花之囧 歐社官方釋出了一些遊戲情報 茉莉花之囧跟奧林匹亞的晚宴一樣 女主都會染上不同男主的顏色 奧林匹亞用的是頭髮顏色 而茉莉花之囧則是用女主的造型 不得不說茉莉花的女主真的好美 再來就要看R17的尺度有多大了 要怎麼把顏色染上去呢? 現在釋出的女主造型我覺得都很好看 如果是喜歡玩那種長得很好看的女主的玩家 感覺可以期待茉莉花 再來歐社還公開了結局走向 結局一共會有三種 分成春節終結、冥前終結、雨節終結三種結局 幸福、甜的劇情在這邊被叫做福 虐的劇情被叫做禍 每一個人的每種結局都會有禍跟福的內容 只是比例不同 在這邊看起來 九燕來的好結局最多耶 居然有兩個完全沒有禍的好結局 反而是官沛看起來結局最虐 光看這個結局表感覺官沛的身上就有什麼重大的秘密 說不定跟女主根本是不該在一起的關係 或是他們村莊可能有什麼超級重要的使命 現在看起來菲應該就會成為最大苦主了 而九燕來跟菲等這張封面圖怎麼看都覺得九燕來可能是李官沛 光看到目前釋出的這個結局列表就讓我越來越想玩茉莉花之囧了 而且在發現茉莉花的CG衣服越穿越少之後 我對茉莉花越來越期待了 我應該會買一片一般版來玩 再來第三個是赤旺的新消息 赤旺公開了發售日期預計在6月6號發售 這一期Beast Dog確定了會有三角鏈的劇情 並會在戀愛跟復仇之間動搖 光看這種編排走向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劇情不會太認真在復仇上面 赤旺目前看到除了三角鏈之外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女主會有真實身份的名字跟造型 還有假扮後的名字跟造型 女主原本的樣子好美啊 我在微博上面看到其他太太討論 她們說女主原來的樣子跟管沛男主長得很像 所以大家開始猜測會不會有骨科劇情 但是我覺得以照歐社的遊戲尺度來看 應該不會有太深的骨科內容 頂多是有點擦邊的血緣關係吧 勢望目前離發售日期還有一段時間就讓我們期待之後會釋出什麼樣的新消息 我還是希望劇本多一點著重在精彩的復仇戲碼上面 期待中山智美的劇本 再來是一些比較短的內容想速速跟大家分享的發售情報 Utakata no Yukulonia在這一集的Bizlog上面確認了會推出體驗版 所以猶豫要不要買泡沫的玩家可以等之後下載體驗版 看看遊戲的畫面跟公通線的劇情是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 再決定要不要下手囉 另外在這一集的Bizlog上面 泡沫還放出了戀愛整段表 可以測驗出你適合的戀愛對象 因為這張表目前網路上都沒有看到公開釋出 也沒有看到網友特別截圖分享 我怕會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就沒有放整張圖的內容出來給大家看 我自己測出來的結果居然是1 我居然適合這種性格很糟的男人嗎? 雖然1的這種壞性眼的個性的確應該會是我的菜沒錯 但我還以為我會選到時代這種 大家有買這一集的Bizlog嗎? 大家測出來的老公是哪一位啊?留言跟我分享吧! 最後是中文化姨女遊戲的消息 目前的喧華翻掌確定會用二合一的方式推出 並會在下機發售 傑士登這次做得太好了 感覺買起來會很超值 現在就期待傑士登一定要出個限定版好嗎? 再來Majistico Majolico 預計會在4月25號發售 這款遊戲我預購的是一般版 依目前中文化姨女遊戲公布的發售日期消息來看 感覺2024年預計推出的姨女遊戲 大部分一樣會集中在下半年推出 希望到時候不要太集中 真的會沒時間玩 最後就帶大家一起簡單看看GSE 這次來台北國際電玩展展出了什麼吧? 我沒有拍整個會場的影片 所以畫面沒有拍得很完整 簡單給大家看看照片 整個展區不算很大 一半是影女區 一半是遊戲體驗區 影女區主要展示公生丘比特的東西 有大大的公生丘比特背板可以拍照 背板是這次GSE11的亞洲限定版的圖 這套圖大圖輸出之後好好看啊! 尤其是銀財源的造型太帥了 另外現場還有紙條可以寫給日本製作團隊 在現場還有展示公生丘比特本傳跟FD的限定版 沒想到公生本傳的限定版這麼多力牌 可惜當初沒有入坑沒有買到 最讓人驚喜的是公生丘比特FD的限定版展示 豪華版的外盒整體看起來還可以 外殼一樣是硬殼 整個風格還算素 內容物的壓克力品質看起來也還可以 沒有太多的問題 女主的日立立牌用旋轉的方式調日期 後面還有預留一個小空間 讓你可以插男主的立牌進去 但現場沒有展示插進去的效果 不知道男主立牌插進去之後看起來如何 希望不會擋到太多男主 再來讓我最驚艷的是 這次GSE給的側子很厚 大小看起來是A4大小 目測看起來厚度比日版FD的本子還要厚一倍 不知道裡面收錄了什麼內容 希望是日版FD的所有內容的合集 而且看這個厚度這次一定有翻譯SS故事 因為這本本子的厚度很厚 讓我覺得這次買豪華版不虧了 希望自己可以抽到深優的簽名 好想要啊 喂呀什麼都沒抽到沒關係 讓我抽到深優簽名吧 再來這次GSE還把他們推出過的 移女遊戲的限定版都帶過來展示啦 因為我入坑移女遊戲算晚 所以好多以前出的遊戲 我都沒有買限定版 而且我發現我買GSE限定版的比例很低 我只有買碗中、Jacques Jun跟施憶陣 莊遠當初沒有搶到巴哈 所以只收了路卡老師的限定物 GSE把全部的東西展示出來還是挺壯觀的 而且還有他們跟蒸汽監獄合作推出的周邊也都有展示出來 不過GSE這次能買的東西很少 主要只能買遊戲 作為買遊戲買很快的玩家根本沒有機會消費 另外還可以買蒸汽監獄的周邊 不過因為我沒有特別喜歡蒸汽監獄的圖 所以我沒有買周邊 不然如果有消費到一定的金額是可以抽爆整的 我還特地領了很多錢去電玩展 但幾乎沒有花錢買東西 不過GSE能來台灣參加電玩展還是覺得很開心 可以看到大大的銀彩院太幸福了 也希望GSE能越做越好多多來玩 另外傑士登也有佈置一小區小小的宣華藩長拍照區 但因為上次的活動已經有展示過了 加上傑士登那邊的人很多 所以我就沒有在那邊拍照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短短的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我最近實在工作太忙了也很難有時間玩遊戲 影片也比較難有充足的時間製作 所以我應該還會再滑水一陣子 我現在只想趕快把專案搞定 趕快過年放假 好想躺在床上玩遊戲玩一整天啦 大家最近在玩哪一款遊戲呢? 雖然我沒有時間好好玩遊戲 但我還是撥空玩了逆轉裁判456 想當年玩英文版還要猜單字 現在終於可以輕鬆玩中文版了 超開心 再來是分享英文遊戲的頻道 大家對英文遊戲有興趣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也可以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這裡 我們有機會 こんな影片 才是因為